百年的新竹车站将推动新竹致意大车站计划 新竹火车站因铁路的阻隔导致前后站发展的失衡 22号上午举行论坛记者会 这次论坛新竹市政府与交通大学以及中华大学合作 盼望共同凝聚共事 让民众了解大车站计划的愿景 第一个我们找一些人来谈谈看 这个车站它的愿景是怎么样 我们借助于国外的经验 除了岗山之外 有一些其他的城市也有类似这种跨站平台 我们来看看他们怎么做 他们到底为什么成功 做了些什么事情成功 我们来进取各界国际上的一个经验 就是第一部分 第二部分我们仍然邀请不同层面的人来谈一下 这个车站建议在发展的时候 跟都市计划跟区域发展的关系 对当地有什么影响 甚至是市政府要做出一些什么样的政策 一些区域的发展的政策 才能够确保这个大车站是一个成功的 我们来谈谈这个议题 第三个我们当然大车站如果盖好之后 当然有一个维运永续经营的问题 所以找了各方的代表各方的专家来谈一下 这个大车站要怎么做 确保它不会是一个前坑 确保这个大车站能够永续经营的下去 大车站计划有别其他县市的高架化或地下化的车站 而是创造全台唯一跨站大平台 市长林志坚今年4月造访日本钢山车站 吸取日方的成功经验 来为新竹市打造多元多功能的车站 如果铁路高架或地下 可能要在这沿线上大幅度的征收人民的土地 所以这个会增加整个建设的一个困难 所以我们一直思考有没有一个新的选项 那后来我们知道很多很多的城市 包括日本有很多的城市 品川车站大阪车站 包括了我们的姐妹市岗山车站 他们都是透过跨站平台的方式 来改变这一个铁路一分为二的一个困难 大车站的计划有无限的可能 那我们希望透过邀请更多的民众专家学者 共同参与 提供给新竹市政府一个最好的一个意见 让我们能够在未来的规划上 有更详细更缜密的一个计划 所以我们在8月29号 透过跟交通大学的一个合作 来办了一个新竹之翼大车站的一个论坛 我们希望透过这个论坛 及时广益 邀请全国各地的这些好汉 尤其是对于交通 非常有专业了解的这些朋友们 大家一起共同来讨论 论坛将在8月29号 清华大学南校区国际会议厅举行 论坛特别邀请日本甘山市副市长 左左牧正侍郎演讲 分享日本钢山车站经验 作为大车站计划的参考 凯波新竹万事联 实习介绍胡梦柔采访报道